大新机场东 世界新领空 你知道吗 在北京中轴县的最南端 一座现代化 国际化的世界一流航空城 正在加速推进建设 建设发展五年来 廊坊林空经济区一手抓产业项目 一手抓基础设施 城市风貌更有过激发 一年之际在渔春拼搏奋进正当时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培育新制生产力 重点项目踏春体素 位于廊坊林空经济区 杭盛道与祥安路交口 一座外形枯似飞机造型的建筑 就是林空体育馆项目 它是廊坊林空经济区 重要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建设三个篮球场 14个羽毛球场 4个网球场 一个五人制足球场 其中的游泳馆拥有8条50名用道 是符合国家比赛标准的 专业游泳场馆 项目现已全面复工 目前有400余名工人 正在全面开展工作 现阶段室外木墙金属无面 处于收尾阶段 室内的精装 机电安装正在大面积施工 预计2024年8月31日 实现全面竞工 这个体育馆有什么独特之处 原来与传统场馆家底商模式不同 林空体育馆平面称爱要行 设置中央集散厅共享中庭 提供体育培训 茶眼咖啡等服务 使它具备了运动健身 和娱乐社交等夫妇功能 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激发体育市场活力 以体育产业带动经济发展 体育馆建成后将成为 即体育与休闲赛事与健身普及 与宣教三者于一体的新型体育综合体 能够满足林空经济区 及周围人民群众的运动参与 和体育服务需求 满足常办综合赛事要求 在林空体育馆周围 现代商贸物流等三大主导产业 已经继续城市 将有更多年轻时尚的创业者 来这里创天地 高大上的体育馆还将吸引 包括北京市 雄安新区和廊坊市的 高端运动消费人群 来这里打卡探索出体育文化产业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